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是中外历史纲要下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世界史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它的内容是对人类自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 发展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世界的进程所进行的系统探讨和阐释 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 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 运用相关学科 如文化人类学 考古学的成果 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 揭示 演变的规律和去向 具体到我们的教材 这本书一共分为9个单元 23克 大体上是按照上古 中古 近代 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分歧来编写的 第一单元 世界古代史 主要是世界上古史 第二单元是中古史 第三 四 五 六 四个单元是近代史 主要是15到19世纪的历史 这500年是我们学习的重头 第七 八单元是现代史 主要是20世纪的历史 第九单元是当代史 具体到我们学习的第一单元 也就是我们所谈的这个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课标具体要求如下 这是前面在学习目标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的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课程标准在这个问题之下的三个具体的问题 构成了我们这个系列课程的内容 从学习的要点来看 学习的重点是文明诞生的基本标示 以及国家的产生和各文明古国的发展特点及其成因 学习的难点是地理和历史环境对早期文明特点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人类文明的产生 其实要谈人类文明的产生 同学们头脑当中恐怕从来没有停止过以下的思索 宇宙是如何起源的 地球是怎样产生的 那么人从哪里来 因为人类和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存在于时空之中 我们身处两个永恒 逝去的往昔和未知的将来之间 那么当然有人说 人类一思索 上帝就发笑 那么这些问题 我就不再继续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句残缺的遗骸 有一个冷冰冰的名字 标本AL288-1 这是1974年在埃瑟比亚被发现的 我更喜欢用它广为人知的名字 露西 我们在之前的页面已经领略了它的回眸一项 那么从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谷底 到我们所知的十千文明的出现 期间跨越的是怎样的历史时空呢 那么单纯从时间线上看 从人类到文明的跨越至少超过三百万年 那么而且还不排除被新的考古发现所改写的可能 那么可见 人类的文明史在漫长的人类存在的历程中 是非常短暂的 从地球产生到文明出现 历程是非常艰难的 那一千五百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在树上生活 七百万年前 由于森林的减少 人类的祖先可能已经来到过陆地生活 和现在的黑猩猩差不多 五百六十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 五十万年前 人类已经可以使用木炭来控制火 但还不懂得如何生火 七万年前 人类已经可以埋葬尸体 照顾病人 制造工具 绘制壁画 那么他们收集贝壳 然后钻孔 制作净饰 文明开始出现 我们现在说了很多 与文明有关的话题 那到底什么是文明呢 其实无论是文明还是文化 现在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意见 那么这里边我引用的是全球通史的作者 斯塔夫里阿诺斯 他的观点 他说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 与新时期时代的文化 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 这些特征主要包括 城市中心 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利 纳贡或税收 文字 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 巨大的建筑物 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 那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特征 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 可以用作一般的指南 那么简单的说 文明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状态 它是与野蛮相对应的 文明的标准主要有阶级 国家 城市和文字的诞生 那么文明是如何产生的 文明产生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这里面要提到的就是原始农业的出现 我们教材里面的这部分内容 我给它总结为原始农耕畜牧的产生 与发展传播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对原始时代的人类缺乏详细的了解 但是其实原始人类已经把他们生活的印记留了下来 那么这是考古学家们所进行研究的课题 那么教材里面所出示的图片 我这里面选择了另外两张更清晰的 都是出自于阿尔及利亚 洞穴壁挂里面的两幅图片 那么这两幅图片可以清晰的看到 农耕畜牧的产生 那么农耕畜牧的产生是人类迈向文明的前提 那么这组图大约绘制于5000到6000年前 反映的是农业和畜牧业刚刚产生时的情景 虽然原始时代的艺术家们采用了印象化的手法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发现 人们在放牧或者在收割 从史前历史300多万年前 露西她的发现 到史建文明受惠的出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时期我们一般把它称作旧时期时代 那么像新时期时代的跨越 是结束了对狩猎采集的依靠 转向刀根火种的农业的萌芽 那么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审美 这个时期的艺术都源于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活动和无数观念 那么在这些原始的壁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宇宙宏光年代 壮丽的历史画卷 尽管这些创作的外形 比较夸张 比较粗糙 但是正是这种简朴 执着执美 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 人类生活的基本场景 那么而且从艺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到了近代历史当中 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一些具备反叛精神的西方前卫艺术家 挖掘了原始艺术的精髓 他们厌弃千篇一律的新古典主义 那么将焦点转向了史前艺术 以迎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要求 那么这里边未来我们讲到近代艺术史的时候 将会提到像赛尚 梵高 高庚等人 包括大家熟悉的毕加索 那么都受到了原始艺术的相关的影响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农业产生的话题 在岩石社会时期 生产力低下 人类主要依靠采集和鱼裂为生 没有私有财产 也没有阶级 那么根据目前的研究 世界各地的居民已经开始了最早的农业作物的培植 像大麦 小麦和豆类的作物 是西亚地区的贡献 那么南亚 中国和中南美洲等地区 也培育出了各自的农作物 比如说南亚的芋头 中国的水稻和素 中南美洲的玉米和南瓜等等 那么在这些地区 人类还驯养了羊 猪和牛等动物 那么最初的农业和畜牧业 逐渐发展并传播开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逐渐产生了社会分工的发展 出现了早期的贸易和城市 那么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之后 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 变成食物的生产者 那么随着农业的发展 人们要求有质量更好 更方便实用的生产工具 和生活用品 那么一些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 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不同地区的产品互通有无 促进了交换和贸易 那么社会经济的发展 让一部分人能够脱离社会生产活动 而从事专门的管理和文化创作工作 比如说商人阶层的出现 那么这个历史过程 用马克思的表述来说 就是人类早期历史的三次社会大分工 那么城市是如何产生的 农耕生产需要人们定居生活 一些较大的居住点 逐渐发展成为早期的城市 那么教材里面所出示的图片 恰塔尔休域遗址 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 距今大约六千年 这是迄今已至最早的一座城市遗址 那么在农业文明当中 任何城市都存在较为活跃的工商业 上古时的城市规模一般都不大 但工商业已经比较发达 那么第三我们来看一下私有质的产生 与社会阶级贫富的分化 那么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使人类在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之外 有了剩余产品 剩余产品的出现被私有质和剥削的产生 创造了条件 部落首领利用职权把一部分公共产品 具为其有 私有质逐渐产生 社会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 那么在有关原始社会后期的考古发现当中 人们居住的房屋出现了明显的区别 富人的房屋宽敞 穷人的房屋狭小 富人的墓中随葬品丰富 而穷人的墓中很少或几乎没有随葬品 那么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伴随着上述的发展 奴隶制的出现 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 一些部落之间爆发战争 被征服者往往成为征服者的奴隶 那么奴隶制呢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剥削制度 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成为最早的阶级对抗的形式 这样呢在阶级矛盾和部落战争的双重作用之下 逐渐出现了政府军队和监狱等强制机关 国家开始形成 后来的部落首领 演变为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统治者 人类由此进入奴隶社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于既视和管理的需要 文字产生了 那么下面呢 请同学们暂停播放视频十分钟 等我说完 需要同学们进行个活动 那么大家呢可以完成我提出的任务 那么在这里面呢 需要同学们完成一个思维导图 也就是文明是如何诞生的 把刚才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知识 同学们可以理出一个线索 用图示的方式 这个表达出来 好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了 这个同学们应该已经完成了 这一课的思维导图 参考答案将在下节课公布 那么请同学们完成课后的习题作业 同时呢做好古代文明的多元特点 这一部分的预习 同学们加油 同学们好 下面来进行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课时的学习 学习目标和上节课是一致的 这里面就不再重述了 首先我们把上节课所留的思维导图 跟同学们做一个交流 文明是如何诞生的 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 人类开始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 逐渐产生了早期的城市 手工业和商业 逐渐从农业当中分离出来 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 特别是金属工具的使用 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接着出现了剩余产品 剩余产品的出现 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私有制产生之后 逐渐出现了贫富分化 以及阶级对立的社会现象 在这个背景之下 国家最终形成文字出现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所谈到的 与文明有关的相关标准 基本都具备了 我们可以说文明诞生 第二部分问题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关于古代文明的多元特点 我们先来看一幅示意图 那么这幅图所示的 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古代文明 那么中国人比较熟悉的 是以前所说的 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 也就是古代的中国 古代的埃及 古代的印度 和古代的巴比伦 那么这四大文明古国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共性 那么它的共同特征 都是大和文明 有大的河流 河流附近土地肥沃 这是成为人们 适宜居住生活的前提 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 都有自己的文字 立法和建筑 那么现在更新的提法 是人类的五大文明摇篮的提法 也就是中国 古代埃及 古希腊 古印度 和古巴比伦 那么因为在新航路开辟之前 美洲的三大文明相对孤立 阿斯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的辉煌 主要是在14到16世纪 而且玛雅文明诞生于丛林之中 与其他大和流域的文明也不尽相同 对世界的影响是有限的 欧洲的罗马文明 是公元前九世纪初 才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 那么另外呢 罗马文明更多的是 对希腊文明的继承与发展 所以按照教材的观点 最初的文明 按照它出现的时间 大致依次分别出现于西亚的两河流域 北非的尼洞河流域 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 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 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和爱秦海地区 在这些古代文明中 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 把持国家权力 剥削奴隶和平民 同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的限制 古代各个文明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 表现出明显的多元的特征 那么接着 我把教材里面所提到的 古代文明的多元特点 结合具体的文明 再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知识梳理 同学们刚才已经看过书了 所以后边呢 我说的就稍微简洁一些 那么首先 来看两河流域的苏梅尔和古巴比伦文明 那么苏梅尔文明指的是苏梅尔地区 以苏梅尔语文献为主要标志的文明 那么严格来说 这个两河流域的苏梅尔文明是分两个阶段的 那么按照它的这个语言作为画文标准 那么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教材里面所提的苏梅尔文明 那么第二个阶段 是教材里面出现的巴比伦文明 那么两河流域 从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来看 大部分地区是干旱少雨的 但是又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提供了冲突的水源 公元前3500年左右 在这里产生了最初的文明 大约公元前2900年 两河下游的苏梅尔地区 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国家 那么大约公元前18世纪 古巴比伦王国的国王哈马拉比 基本上统一了两河流域 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 那么国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 那么下游各类官员管理政务和军事 原来的城市大多失去独立地位 成为必须服从国王命令 向宫廷纳供的地方行政单位 哈马拉比法典 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 较为完整的成文法典 那么它涉及到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结构 婚姻、土地租赁和借贷等多个方面 那么从内容上来看 它主要宣扬军权神兽 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和权威 那么哈马拉比法典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原著的顶端 有哈马拉比从太阳神、夏马修手中 接过权杖的这样的一个浮雕 其实就带有这个军权神兽的 这样一个含义 那么哈马拉比法典呢 这个把人分为三中等级 分别是有公民权的自由民 这个是上等人 无公民权的自由民 这个是平民 以及奴隶 这三部分 而且男性呢 叫女性的地位相对尊贵一些 那么在这部法典当中 存在着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等同态复仇的野蛮的一面 也有尽自身所有身家 以恩报恩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从文化上来看 这个古代西亚 有辉煌的文化成就 其中歇兴文字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而吉尔加美什 则是歇兴文字写成的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史诗 那么在与经常泛滥的洪水斗争的过程当中 诞生了著名的洪水和方舟的传说 那么其他文明当中存在的洪荒时代的洪水和方舟的传说 据考证都源自于两河流域的文明 那么苏美尔人还发明了六十进尺 用于测量土地 计算粮食的产量和人工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吉尔加美什 在梅索布达米亚的神话当中 她是女神的儿子 拥有超人力量的半神 那么因为她三分之二是神 三分之一是人 既拥有神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呢 没有神的寿命 那么她建造城墙 来保护人民 免受外来的攻击 无论吉尔加美什 是否根据历史的原型来创作 那么她的名字 在希腊神话当中 也是曾经出现过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 在北非 来自尼洛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 那么古埃及文明 位于这个东北非 同样是地处干旱的地区 但尼洛河定期的泛滥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那么尼洛河还提供了联通上下埃及的交通条件 也是大致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 埃及文明兴起 公元前3100年左右 埃及初步实现了统一 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官僚系统 其中最高的统治者法老 被视作是神在人间的代表 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最重要的权利 在法老之下 设有官员分别处理政务和地方事务 那么古代的埃及 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和文学故事 象星文字几乎和歇星文字一样古老 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天文学上埃及人的贡献 它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太阳历 并且根据尼洛河 它的自然规律 把一年分为三季 分别是泛滥季、播种季和收获季 每季四个月 年末另外加五天为节日 那么提起古埃及的文明 金字塔的建造是同学们最熟悉的 它不仅体现了法老的智商的权威 而且证明了埃及人在建筑和数学方面 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那么其中尼洛河的特产 缩草被加工成缩草纸 是古代埃及主要的书写材料 和重要的出口物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近邻 印度 古代文明产生的情况 那么古代的印度文明 最早产生的地点 是在印度河流域 后来逐渐向横河流域发展 那么它们共同构成了古代印度的文明 那么大致是在公元前三千级 古代印度文明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大平原上 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 生产工具的进步 雨水丰沛 只被茂盛的横河流域逐步得到开发 成为印度历史的中心舞台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 横河流域形成了一系列的国家 那么在国家形成过程当中 印度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制度 那么也就是贵贱分明 职业实习法律地位不平等的种性制度 这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 在种性制度之下 婆罗门主掌宗教祭祀 差地利主要以国王为首的武士集团构成 负责统治和保卫国家 废舍的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 少部分是富有的商人 守陀罗地位最低 需要为前三个等级服务 那么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教 为种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宗教的基础 后来呢在这四个种性之外 还出现了贱民 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 这种发展于古代的制度延续下来 对印度社会和历史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现代印度在1950年 才从法律上废除种性制度 那么尽管种性制度在法律上被废除 但是种性问题 依然深刻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 至今仍然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那么古代印度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 那么其中佛教是印度重要的思想流派 对种性制度的形成 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摩赫波罗多和罗摩掩纳 是世界上著名的史诗 那么印度人在天文 立法、数学、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这个同学们最熟悉的 就是被冠名以阿拉伯数字的 从一到九的数字 那么这个其实是印度人的发明 他们还发明了零 提出了暗卫即止的方法 好,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古希腊文明 这个首先提醒同学们 古代希腊 这是一个地理的概念 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它和现代的希腊国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那么它的范围主要包括 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 以及南部海中珠岛屿 和小亚西亚西部沿海地区 其海外移民西至意大利半岛的南部 西西里岛和地中海西北部的沿岸 南至北非、东至西亚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 那么这个地区都可以称之为 我们古代历史上的希腊文明 它所存在的地区 那么关于古希腊的历史 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古希腊形成了民主制度 而古代两河流域国家 埃及都形成了君主制 特别是古代中国 形成了存续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 那么民主制度是如何 在古代希腊的土地上产生的 请同学们暂停五分钟 来进行思考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古代希腊民主制的形成 其实和它的文明之初的地理环境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古代希腊的中心区域 是巴尔干半岛南部和爱信海中部的部分岛屿 那么这里边 多山少平原 路上交通不便 不利于地区性的大国的兴起 那么最初诞生的文明 是在克里特岛上 那么称之为克里特文明 后来逐渐登陆半岛 形成了麦西尼文明 那么希腊文明的这种独特性 体现在历史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 那么当然我们说 自然地理环境不能直接决定 古希腊的方方面面 那么但是对古希腊文明的发展 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刚才提到了 就是地理上的特点 那么有学者统计了 古希腊半岛上80%都是山地 这个适宜农耕的土地比较少 但是它的优势呢是三面环水 港湾众多 特别是通向西亚的航路上遍布岛屿 这个有利于航海与文化交流 因此航海业与海军 对古希腊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么地少人多的古希腊人 凭借着这方面的优势 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 依照维吾史湾的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 曾经指出过 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 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 和不同的生活资料 因此 它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产品 也就各不相同 黑格尔在提到古希腊自然环境时 曾经说过 说希腊全境满是千形万态的海湾 这地方普遍的特质 便是划分为许多小的区域 同时各区域间的关系和联系 又靠大海来沟通 我们在这个地方碰见的是山岭 狭窄的平原 小小的山谷和河流 这里没有大江聚川 没有开阔的平原流域 这里山岭纵横 河流交错 几乎没有一个大面积的整块 那么这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当中的技术 可以说 这种自然环境 导致多种经济形态并存 生产生活方式多样 那么航海交通和商业贸易发展 那么伴随着人员的频繁的扩散 迁入 交往流动 也就侵蚀瓦解着古希腊 血缘亲足组织 在进入阶级社会时 政权财权神权分立 又联合起来共同推翻 一元化的族权 地缘最终战胜了血缘 私有士战胜了原始血族共产制 形成以个体导向为倾向的文化渊源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 那么提到古希腊的民主制度 必须要提到古希腊城邦的发展 那么它主要集中在公元前8到公元前6世纪 那么城邦数量众多 它的典型特征是小国寡民 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 其中斯巴达和雅典 是当时其他最著名的两个城邦 那么斯巴达和雅典虽然都是城邦政治 但是在政体的选择上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斯巴达人是少数人掌握政权的 挂头政治的代表 而雅典则是多数公民掌权的民主政治的典型 那么在雅典 公民都有出席公民大会 这是城邦当中最高的权力机关 和担任公职的权力 直接决定城邦的大政方针 那么当然 这个古代希腊的民主制 也是存在了它的历史局限性的 这个因为它民主制度的基础 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 享有民主权力的仅仅是成年男性公民 妇女 外邦人和奴隶 都被排斥在公民队伍之外 那么奴隶缺少最基本的权力 那么另外呢 古代希腊的民主还是比较原始的直接民主 再加上刚才所谈到的 它是男性公民的民主 所以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现代国家当中民主制度的直接起源 但是它在民主政治实践当中的 相应的一些因素 对于今天民主制度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古代希腊的文化 那么古代希腊的神话 悲剧和喜剧 都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启迪了西方的文学创作和思想 那么其中 这个希罗多德首创了《历史译词》 在西方的历史上 他被认为是史学之父 那么修西底德成为政治史传统的奠基人 而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师祖三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 那么经过这样的学习 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希腊被人们称为是欧洲的精神家园 好了 这是我们教材当中的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所谈到的 早期文明主要的分布 两河流域 尼洛河流域 印度和恒河流域 还有中国的黄河和长江 好了 那么这个话题谈到这 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教材最初的导演 那么农耕去墓 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 农业和去墓业产生之后 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 变成食物的生产者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 人类逐渐迈向文明时代 那么最初的文明 诞生于西亚的两河流域 北非的尼洛河流域 以及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等地 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 埃及、印度、希腊和中国等古代文明 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 我想这就是这节课 我们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好了 这是这节课的知识结构 同学们回去之后 完成我们的课时作业 下节课再见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进行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课时的学习 从学习目标来看 同学们需要认识 古代各大帝国的区域境影响 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早期联系 还有之前我们提示过的 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有关的内容 这里面涉及到教材的内容 是第一单元的第二课 古代世界的帝国与文明的交流 这是之前提到的科标要求的第三部分 从学习的要点来看 学习的重点 主要在于 了解古代文明及帝国扩展及其影响 欧亚诸帝国的崛起扩张及政治统治 从学习的难点来看 主要是文明之间交往的总趋势 文明交流的主要表现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古代文明的扩展 斯塔夫里亚诺斯曾经有这样一段分析 他说欧亚的古典文明 有几个基本方面和过去的古代文明不同 一是范围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欧亚古典文明的范围 从大河流域 扩展到诸如中国 印度半岛和地中海区域等整个的地区 现在不再是诸大河流域文明 被大海般的野蛮状态所包围 相反 是诸地区文明稳步的向外扩展 直到相互连结起来 形成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 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 这个过程 与我们今天课上的内容 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小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古代文明扩展的条件和主要的方式 教材里面提示到 人类最初的文明出现在亚非欧大陆的若干地区 就像茫茫大海当中的孤岛 相互之间联系比较少 但是农耕文明区 比较发达的社会分工 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系统 使其具备了稳步扩大范围和影响的潜能 在这节课的引言当中 教材提示了 武力扩张是古代文明扩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尽管它不是唯一的方式 但是却是在当时最主要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古埃及 巴比伦亚树 和希腊的扩展细节 由于尼勒河南部 高山深谷的阻隔 古代埃及 文明主要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扩展 埃及新王国时期 势力曾达到两河流域 并与西亚地区的大国争霸 西亚文明从两河流域南部 向周边地区扩张 古巴比伦王国 首次实现了两河流域的统一 把势力伸展到地中海东岸 而既起的亚树 不仅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地区 和小亚西亚的一部分 甚至一度征服埃及 最后我们看一下希腊的扩张 那么古代的希腊人 之前我们讲过 他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 那么他是以移民方式 来扩大他的影响 他们凭借自己的组织能力 航海技术和武器 向地中海和黑海周边地区殖民 在200年左右的时间里 他们在东起黑海东岸 西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 建立起了数量众多的承邦国家 第二 我们来看一下古代世界的帝国 赫体 埃及新王国和亚树 那么古代文明各自的扩展 使不同文明区相互连接起来 促进了大帝国的兴起 所以 稍后 帝国的出现 跟古代文明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扩展 是直接相关的 其中课题 埃及新王国 和公元前八世纪以后的亚树 都已经是统治范围比较广大的国家 这些国家 后来被称作帝国 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我们要从波斯开始说起 公元前六世纪 波斯兴取伊朗高原 迅速征服了包括两河流域 埃及小亚西亚 和巴尔干半岛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 建立起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 它继承了西亚地区传统的 统治制度 国王是整个政权的核心和最高主宰 它的权力被认为来自神 能在地方实行行省制 行省总督和军事长官相互监督和制约 帝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 比较完善的官僚体系和税收系统 由波斯人担任最重要的职务 以统治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 都非常不同的广大地区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著名的亚历山大帝国 公元前四世纪晚期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率军入侵波斯帝国 历经十年的征战 亚历山大成功灭亡波斯之后 建立了帝瓜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那么亚历山大继承了波斯帝国的基本制度 宣布军权神兽 将政治军事等大权给予一身 在地方也是实行行省制 任用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担任主要的职务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力推广希腊文化 这是亚历山大的像 以及亚历山大帝国征服的主要的形式和路线图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罗马帝国的繁荣与分裂 那么古代罗马原来只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非常小的城邦 在成功解决了内部矛盾之后 他凭借由公民组成的强大的军队 首先征服了意大利 接着向地中海地区扩张 征服了从西班牙到两个流域的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 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帝国 解体之后形成的一些国家 最终把地中海变成了他的内海 在扩张过程中 罗马把大批战俘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 卖为奴隶 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地中海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和平 由于努力和广大平民的辛勤劳动 帝国内不同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 以及贸易的发展 罗马帝国在公元一到二世纪的时候 达到了空险繁荣的状态 那么在一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 之后影响逐渐扩大 到四世纪末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宗教的影响 包括罗马法的实施 对维系帝国的统治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世纪之后 官僚体系和职业军队使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 同时边境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罗马帝国陷入到危机当中 公元四世纪末 帝国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到了五世纪后期 在内外矛盾的夹击之下 西罗马帝国灭亡 那么这是公元二世纪初的时候 是地中海变成它的内湖的强大的罗马帝国 第三 我们来看一下文明的交流 第一个小问题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文明交往的总趋势和概况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 不同地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和影响 从文明之间交往的总趋势来看 它们的关系是不断加强 相互影响也不断扩大的 那么具体来看一下在文明交往当中 它的概况 比如说西亚的农耕技术 逐步传到中亚欧洲和北非一些地区 野铁技术起源于西亚 从那里扩散到埃及和希腊等地 西亚的神话传入到希腊 成为希腊神话的重要内容 而希腊最初的雕刻艺术 特别是人像雕刻 在很多方面都模仿埃及 我们可以看一下教材里面所配的这个插图 所以从生产技术到文化艺术各个方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文明交往的具体的实例 第二个问题 我们特别来了解一下字母文字的起源和演化 那么字母文字起源西亚地区的菲尼基 这里面地处埃及和希腊文明的交汇点 商业比较发达 那么为了方便记录 人们发明了由22个字母组成的文字 这22个字母被称为菲尼基字母 那么它在东方演化为阿拉玛字母 由阿拉玛字母发展出古代西亚 埃及以及印度等地的多种字母 它向西传入到希腊 形成希腊字母 再演化出拉丁字母 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 成为今天欧洲几乎所有字母文字的源头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四周之路上的中西交往 这是这个字母之下的最后一个标题 那么公元前后 汉朝和罗马帝国分别兴起于 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 两大强国之间缺乏官方的直接往来 但是通过四周之路 双方有间接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早在波斯帝国时期 中国的四周已经到达地中海东岸 东汉的班超为了精英西域 曾派甘英出使大秦 罗马在征服地中海东部以后 当地商人也有一乡东 尝试与汉朝建立直接的联系 二世纪已经有来自罗马的商人到达洛阳 此后罗马商人不断动来 与中国进行贸易 这是我们看到的 四周之路的一个示意图 主要表现的是汉朝 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交往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能忘记前任的贡献 这个在英国学者 彼得弗兰科判所写的《四周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当中 他非常有意思的刻画了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细节 以及他对四周之路的贡献 他说公元前四世纪 亚历山大仍在不知疲倦地继续征战 他环绕新都库斯山脉 而行 又沿印度河谷之下 不停地新建新的药杉 并添置驻军 尽管此时的他 已必须时常面对那些思乡心切的士兵的哭诉和抱怨 从军事角度来讲 到公元前323年 32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去世 此时仍然笼罩着神秘色彩 他一生的成就绝对称得上非凡 他东征的速度和广度令人难以置信 影响更深远的一点是 尽管常常被人们忽视 他留在身后的巨大遗产 以及古希腊文明 与波斯、印度、中亚及中国文明的交汇入 那么这里边 同学们在进行课堂的一个思考 有人说 丝绸之路是人类携手合作的创举 请大家结合教材知识 和底下相关的一些课外知识 来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就是你怎么去认识 丝绸之路是人类携手合作的创举 这样一种观点 好了 现在开始 暂停视频播放 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写下你的见解 好了 同学们现在应该写好自己的答案了 从历史上看 这条大陆的建成并非一人之力 而是东西方众多先驱 共同开拓的结果 这里的东西方先驱 既有国王、使者、也不乏 商人和航海探险家 具体来说 就陆路而言 西段的建设者应该上诉是亚历山大 跟他们谈到了这个话题 他东征波斯 是欧洲势力开始进驻亚洲腹部 临近中国的地区 而东段的开拓者 显然要属汉武帝的使者张谦 他两次出使西域 史称张谦凿空西域 张谦的凿空不仅打通了东西方交往的连接点 而且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 开创了中西交流的新纪元 到了东汉时 班超为西域都户 曾经营西域三十一年 政绩卓著 成效明显 公元九十七年 班超派部下干英出使大秦 也就是罗马 虽然这次出使并不成功 但是他细行的路程远比张谦要远 而且就在干英出使大秦之后不久 也就是公元一百年 远国蒙齐都乐 接来归附 前使贡献 这个东汉朝廷当中 所提到的蒙齐都乐 前使之士 那么还特地赐给他 金印紫兽 这个蒙齐都乐 正是马其顿的印译 所以马其顿前使内赋 打通了中西间的直接交往 在中西交往史上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这件事本身也印证了中国与罗马 路上交通的存在 如果从海道而言 中国至印度一线 是中国人所开拓的 印度至罗马的海路 则多位罗马人所开创 船队最初都是绕着南阿拉伯海 海岸航行 更何况 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它是来自一百多年前 一个德国人的发明 它的名字叫李奇过分 我们在讲中国史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这个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建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建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今世界 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 种族 肤色 宗教 和不同社会制度 所组成的世界里 各国人民形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 同学们在课后 完成今天的课室作业 下次课 再见 同学们好 现在我们开始第一单元 习提课的讲解 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是 通过对习题的讲解 验证课堂知识的落实情况 并进一步巩固教材知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课的选择题 第一题 从材料的关键词我们知道 世界各地最早培育的农作物情况 根据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从下列四个选项中 选出正确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合所学 我们知道 农耕和畜牧是早期文明产生的前提 所以A项 人类文明兴起 以农耕为基础是正确结论 B和D选项材料没有体现 不符合提议 D项是错误表述 文明诞生的基本标志 我们可以看作是阶级的产生 国家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现 第二题 从材料的关键词我们能获悉 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居住 墓葬环境中存在着贫富差异 根据论从始出的原则 下列四个选项中只有B项 社会贫富分化导致不平等的现象 符合提议 请同学们 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注意论从始出的原则 没有可靠史料支撑的结论 是不可信的 第三和第十题 这是两道有关早期文明特点的问题 第四题 从材料中我们知道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大河沿岸和沿海的岛屿上 再看四个选项 我们知道这个题是在问古代文明的特点 结合所学 我们学习了早期文明 具有各个文明基本上独立发展 表现出明显的多元特征 因此地象符合提议 第十题 从材料中我们知道 在问四个文明古国发源地的空间概念 这是我们高中阶段历史学科必备的时空观念 请大家翻开教科书第三页 找到古代主要文明示意图 请同学们自己按照图示从西到东的顺序说一下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 那么答案显而易见是A 请同学们把书合上 再自己从将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从东向西再说一遍 第四题和十一题 考察早期文明成就文字方面的问题 先看第十一题 材料中提出文字的书写材料各不相同 结合所学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最古老的文字 两河流域是楔形文字写在泥板上的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写在植草上的 古印度的印章文字是刻在石头或陶土上的 我们中国的甲骨文是写在甲骨 龟甲与瘦骨上的 由此可见 正确答案是A项 第四题的关键词在于 美索不达米亚 米板上的文字结合所学 我们知道两河流域中间的区域被称为 美索不达米亚 那里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 因此第四题的答案是 楔形文字 第五题和第六题 考察古巴比伦文明 我们先看一下第六题 从材料的关键词 我们知道第一个信息是 现存世界上第一步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 结合所学 我们知道这是说汉摩拉比法典 然后我们再来看选项 这是在问法典的地理位置 结合所学 我们知道这部法典是在西亚的两河流域 古巴比伦王朝时期颁布的 显而易见答案是A 那么第六题 第五题 应该不用解释了吧 答案是B 第七题和第九题 考察的是古印度文明 我们先来看第九题 从材料中我们了解了 在这个古印度创世神话 结合所学 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神话的影响下 印度发展形成了总性制度 它分为四个等级 婆罗门是组长宗教祭祀的第一等级 插地利是国王为首的武士集团构成的第二等级 费舍是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 少数富有商人构成的第三等级 而首托罗是地位最低的等级 这是一个贵贱分明 职业世袭 法律地位不平等 实行不同等级不能通婚的 严格的等级制度 由此可见 地向符合提议 我们再来看第七题 从地点印度说的关键词阿育王身份是插地利 显而易见答案是总性制度 你答对了吗 第八第十六题考察的是佛教的知识点 我们先来看第十六题 读题可知这是结合材料从四个选项中找出合理结论的这样的一个试题 我们遇到这种类型的选择题 我们一般采用排除法来解决 A项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中叶 与所给材料的时间是一致的 所以A项是合理的结论 B项 那我们来看看后三个选项错在哪里 B项错在佛教不属于哲学范畴 C项错在佛教对总性制度的影响程度不是瓦解了 而是冲击了 D项本身的表述有误 以移民方式进行海外扩张的是希腊 与印度佛教无关 第八题的答案我们能从第十七能从第十六题的材料中获取 你找到了吗 这是在问佛教的组章是什么 第八题 显而易见是D的选项佛教组章众生平等 十二和十四题考察古希腊的民主制度 先看第十四题 这道题的解题关键有两处 一我们要知道文献历史的初处 历史是希腊的希罗多德写的 他被誉为西方的历史之父 由此我们可以选出B和C的选项 从材料的内容中 我们看人民的统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对于民主制度的一个表述可见 我们可以将答案锁定在C项 雅典是多数公民掌权的民主制的一个城邦 我们再来看十二题 从关键词我们知道 从时间、人、事、物来判断 很明显答案是 还是在说古代雅典的民主制 第十三和十五题 考察的是史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第十三题 材料中已经给希罗多德写历史这一书的原则了 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们来看关键词 任何人都可以轻信 我保持着听的样子 原封不动的记录下来 可见 基罗多德写历史的过程中是 保持历史原始信息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国的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的时候也是数而不做的 可见中外撰写历史中 过程中保持历史原始信息 不变的原始信息的这样的原则是共通的 第十五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考察纪念方法 我们要学会将世纪和年代进行准确的转换 那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们都知道100年是一个世纪 百位前面的素质 加1就是世纪的计算方法 比如说这道题 17公元前1792年 百位前面的素质是17 加1是18 也就说公元前18世纪 第十五题答案是D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材料题 请同学们贩读材料了解摄问 这道题的设问是 你认为古巴比伦的阿摩利人 由氏族公社的习惯法到法典的诞生 原因有哪些? 历史学科探究原因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设问 从历史唯物史观角度出发来思考 依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于制度的探因 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 思考解答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会看到这个答案是 从经济的角度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 私有制出现 政治的角度 国家诞生 古巴比伦 王国很强盛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 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文字 所以能够有记载下来的 哈摩拉比法典 第二题 首先贩毒材料 了解社问 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小问是 哈摩拉比颁布法典的宗旨是什么? 第二个小问是 法典能否实现其宗旨?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 从材料2 带着这个问题回到材料2 你会发现 只要我们找到关键词 那么 哈摩拉比法典颁布的宗旨 就找到了 发扬正义 灭除布法 社会强 强不凌弱 我们要用 自己的语言 结合关键词 把它概括出来 这里 请同学们 切记运用关键词语 使用历史语言 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的语言 来概括答案 切记 不能照搬照抄原文 第二个问 第二个问 说能否实现其宗旨? 我们来 读 我们来读 材料3 从材料中 我们可以获悉 法典 主要是在阐述 自由民之间的纠纷 关于 关于 侵犯 住宅者 这个侵犯 侵犯者要被处死 这样的词 我们知道是关于财产的问题 然后关于 互相之间有争斗的这种情况呢 一个贵族的毁坏了一个贵族的眼睛 他应当将自己的眼睛弄瞎 还有下面这一些纠纷 主要说的是人身权益方面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会看到 在社会中奴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成员 可是这个法典中并没有保护奴隶 所以我们知道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并没有完全的去实现这个宗旨 那么我们根据刚才的分析 他法典确保了自由民的自有财产和人身权益 但是奴隶却不在其保护之列 法典呢 法典有着严格的等级内容 可是奴隶的权利是得不到保护的 甚至可以任意的致残致死 从这里我们通过刚才的分析 以及把这个论据把它说清楚 然后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没有完全实现法典的宗旨 我们再来看材料三的这个问题 说法典的时代特征是什么 综合我们上面的作答 其实我们是可以总结出来 哎 刚才我们说的法典 全面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 体现奴隶组队奴隶的阶级压迫 有明显的阶级质的表现 那那么我们达到了这三点之后呢 我们还要去认真研读材料 我们这里会看到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这种同态复仇法 也是这个时代法典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我们再把它补上 也就是法典保留了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法 这样等的习惯法 这样我们才可以把这道题完整的解答清楚 好 材料题是我们历史学科中要重点掌握的一个题型 所以请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小结材料题的一个解题方法 那这里呢 老师简单的介绍给大家三字诀 那首先呢 读读是解题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要 诶 读先去了解材料的这个时间 人事物 诶 以及材料的出处 还有材料之间的联系 还有社问 然后是带着社问来精读 那精读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第二个字很重要的 找 那找是解题的关键 那精读中我们找什么 材料的关键词 找什么 找 于我们教材相似的地方 那第三个要诀是什么呢 是答 答是解题的落脚点 那我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按笨作答 论 从始初 坚持 唯物始观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最后 请同学们根据第一课的解题思路和技巧 自我总结 批注第二课的练习 然后再次梳理第二单元的知识脉络 做到概念精准 主干知识明确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好 从本节课开始 高中历史进入中外历史纲要下 及世界史部分 今天的微课课题是文明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先来看学习目标 知道早期人类文明产生的过程 认识人类文明的产生受到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 认识西亚 埃及 印度 希腊等文明古国的多元特征 人类文明的产生 那文明的含义是什么 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我这里列举了两种解释 同学们可以暂停阅读两段材料 我们追溯到旧世纪时代 旧世纪时代没有产生农业 人类是靠采集和鱼猎为生 在距近一万多年前进入新世纪时代 主要特征有磨制时期的流行 那与此相关还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的大变革 美国史前考古学家布雷伍德 简阔为农业革命 我们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大约在公元前七千年 西亚已经出现了人工栽培的大麦小麦和豆类 在东亚 中国在黄河流域公元前六千年已栽培素 长江流域在公元前五千年种植水稻 在中南美洲 墨西哥出现了最早的玉米 并不出现了栽培马铃薯 南瓜等作物 在这些地区 人类还训养了羊 猪牛等动物 那么最初的农业和畜牧业 逐渐发展并传播开来 那下面同学们暂停试评 思考一个问题 农耕畜牧的发展 对以后人类的发展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好 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从依赖自然界以采集天然食物为主 转变为主动作用于自然 创造生产食物 从食物的攫取者 变为了食物的生产者 随着农业的发展 人们要求有质量更好 更方便实用的生产生活功率 因此一些人从农业当中分离出来 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 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 也促进了交换和贸易 还有一部分人脱离社会生产 而从事管理等工作 农业革命还改变了人类的居住方式 因为农耕生产从播种到收获 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需要人们定居生活 于是人类从原来漂泊不定的迁徙生活 过渡到了村落定居生活 一些较大的居住点 逐渐发展成为了早期城市 那在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类能够生产出 除了基本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 这就为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也使剥削成为可能 市族部落的酋长和夫妻大家组的家长 利用自己对公共财产的管理支配权 把一部分公共产品据为己有 那就产生了私有财产和私有制 开始了贫富分化 那在结合社会分工续缘关系等不同的因素 聚落居民当中就出现了阶层和等级分化 高等级的人在聚落的决策 和宗教事务当中拥有特权 成为了管理阶层 其他多数低领级的人成为了被管理者 社会分化成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 在对内剥削的同时 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 一些部落之间爆发的战争 战争当中的俘虏呢 成为了征服者的奴隶 因此奴隶制成为了人类第一种剥削和压迫形式 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成为了最早的阶级对抗形式 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 以军事首领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 终于夺取了全部权力 世俗部落的机构被国家军政机构所取代 最终形成了国家 出于济世和管理的需要文字产生了 那这就是文明产生的过程 最初的文明是出现于西亚的两河流域 北非的尼罗河流域 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 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 还有欧洲巴尔干半岛南部和爱前海地区 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五大文明的分布有什么特点 这四大文明都是在大河流域 古希腊式海洋文明 而且它们与农业最初发生地 几乎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初步认识到 最初的文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而且各大文明在初期独立发展 表现出了多元的特点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各文明的不同特点 首先西亚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生地之一 西亚东起伊朗高原 西至地中海东岸 在西亚境内 又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由北向南奔流直下 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两河下游的冲击平原称为美索布达米亚 这里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气候适宜 在古代 两河流域大体上 今天的巴格达为中心 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部称为亚树 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 巴比伦尼亚 又以古代的尼普尔为界 分为两部分 北部称为阿卡德 南部称为苏米尔 那西亚最早的文明就产生于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米尔地区 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 这里产生了最初的文明 在公元前2900年 两河下游的苏米尔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城市国家 在苏米尔北部 阿卡德人的势力又越来越强大 他们杰出的领袖萨尔共后来长驱植入统一了苏米尔地区 建立了古代两河流域第一个统一国家 称为阿卡德王国 阿卡德王朝灭亡 100多年之后 两河流域迎来了新的统一王国 乌尔第三王朝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之后 来自阿拉伯草原的阿摩利人定居在这里 建立了若干个小国 在公年前1894年阿摩利人的首领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 他的第六代国王汉摩拉比继承王位之后 古巴比伦王国逐渐强大起来 剿灭群雄统一了南部两河流域 那在汉摩拉比统治时期 两河流域的君主专制制度得以确立 国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 他控制着地方势力 当然让汉摩拉比万古流芳的 不只是他的赫赫战功 而是他颁布的一部法典 汉摩拉比法典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法典 是刻在一块玄武岩石柱上 这个石柱高2.25米 他的上部刻着 汉摩拉比从正义之神太阳神 手中郑重的结果 象征权力的权杖 这体现了什么呢 他宣扬的是君权神兽 下半部刻着法典的原文 一共282桥 他对社会结构 婚姻租赁和这大方面 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法律特征鲜明 条文规定缜密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 较完整的成文法典 这里不再赘述 那还有什么特点 我们大家暂停视频 来阅读这个材料概括 法典还有什么特点 从材料当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 他公开确认的是 谁的统治地位 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严格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在哈姆拉比统治时期 这个古巴黎朗国 是最强盛的时期 后来是在公元前1695年 古巴黎朗国 被小亚来的赫天人所念 那古代西亚有着辉煌的文化成就 这里有着大量冲击平原 形成的泥土 那苏米尔人呢 他们用靴尖的鲁尾在泥板上 一笔一画的写下的这种文字 我们看这个形状就像蝎子一样 所以叫做蝎形文字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苏米尔人崇尚武力 崇拜英雄 吉尔加里史 他讲述了一个英勇多情 充满悲剧色彩的英雄故事 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史实 西亚还留下了不少文学遗产 两河流域 南部因为每年都要遭到洪水泛滥 人们必须和他进行斗争 因此诞生了著名的洪水和方舟传说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的 洪水泛滥的内容和他几乎是一样的 只不过主人公是从 塞苏陀罗变成了诺亚 那在数学方面 苏米尔人发明了六十金位置 苏米尔人呢 他们之间经常征战 他们是最早使用战车作战的人民 埃及处于是东北非洲 尼洛河纵观埃及南北全境 尼洛河每年定期泛滥 进观了两岸干旱的土地 还有大量矿物质和辅植质的尼沙 顺扭而下 在两岸沉积下来 成为了肥沃的土壤 黑色土壤 古埃及人呢 因而称自己的国家为凯埃特 以为黑土地 古希腊历史学家 希罗多德曾经说 埃及是尼洛河的赠地 古埃及的历史呢 分为如下这个时期 早期王朝 古王国第一中间期 中王国第二中间期 新王国后期王朝 托罗密埃及 埃及出现统一的国家呢 是在公元前3100年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王国呢 称为法老 也有学者认为是要到新王国时期呢 才称为法老 那同学们阅读这个材料 暂停思考法老有怎样的地位 可以看出法老他控制着国家的行政经理 军队等大权实行专制统治 埃及最崇拜的神是太阳神拉神 那法老被认为是太阳神之子 将王权神化 有着凌驾一切的神威 埃及法老可以说是古代专制君主的典型代表 和古代中国相比呢 法老的权威可以说有获之而无不及 王公贵族大臣见了法老 要吻法老脚前的泥土 如若被允许吻法老的脚 那就算是恩宠了 国王之下的最高行政官吏是维希尔 中国将其翻译为宰相 他掌管经济司法神庙等事物 但是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法老手中 地方上的行政单位 中国亦为周 周的最高长官是诺马尔赫 一位周长负责地方食物 古代埃及人也创造了丰富的文化 比如象形文字 起源于公元前四千年代末 那这和苏美尔人的西形文字 并列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古代埃及在应用科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 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之上呢 产生了古代埃及人的立法 他们把一年分为三季 每季四个月共十二个月 每月三十天 那么共三百六十天 剩余五天作为节日 作为古埃及文明象征的金字塔 是我们知道是埃及法老的一种坟墓形式 那不仅体现了法老的至上权威 而且证明了埃及人在建筑和数学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还有纸缩草 这个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遍地可见的植物 纸缩草处理和压制之后呢 制成缩桃纸 这是古代埃及主要的数学材料和重要的出口物资 古代印度文明是诞生于印度和流域 但是古代印度它不是一个国家 它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指的是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整个南亚次大陆 波斯人和希腊人称之为印度 在我国的史迹当中 后汉书称之为天独 唐代高僧玄奘 在大唐绪迹当中才称为印度 那在地理上 古代印度又分成了三个部分 西北的印度和流域 东部的恒河流域和南部的德干高原 印度和流域降雨量较少 恒河流域雨量充沛 古代印度文明是最初诞生于印度和流域的大平原上 称为印度和文明或者哈拉巴文明 新生于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和我国的下代是差不多的 在公元前1750年被毁灭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 一直自称为亚利安人的印欧与部落 进入了南亚次大陆 创造了以后的印度文明 我们称为废陀时代 因为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主要资料 是婆罗门教的经典废陀经 亚利安人先是在印度和流域定居下来 学会了农业 在晚期废陀时代 他们东移到了恒河上游 这时候印度已经进入到了铁器时代 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私有制也确立起来 阶级形成了 在公元前六世纪 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国家 亚利安人用种姓区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 形成了种姓制度 或者叫瓦尔纳制度 那一句废陀 最后一章再提到 废陀诸神分割 原始巨人普鲁莎的时候 说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 双臂变成了罗尔尼耶 就是刹地利 双腿变成了肺舌 双脚伸出手托罗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用人体不同部位 比喻不同的种姓 这有什么样的寓意 好 说明不同种姓之间 他们有不平等的地位 在晚期废陀时期 种姓制度 已经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 根据这个时候形成的婆罗门法经 各个种姓的地位和职业 第一等级呢 是婆罗门 他主要职业是承认祭司 掌管宗教祭司 他们不参加任何的生产劳动 是一个特权阶层 人身不可侵犯 第二等级插利利 是掌管国家的行政军事权力 像国王各级官吏和士兵都属于这个等级 他们也不从事生产 生活来源主要是征税 也是特权阶级 第三个等级费舍 是普通劳动者 他们要向前两个等级不施纳税 是没有特权的普通公民 这三个等级 前两个等级 我们知道是贵族统治阶级 非者是被统治者 但是这三个等级呢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是亚利安士族公社的成员 都有宗教祭祀的权利 按婆罗门教的说法呢 都可以在死后转世为人 所以称为再生族 而第四个等级 收托罗 他要为前三个等级服务 他来源于非亚利安人 和失去了公社成员资格的亚利安人 没有宗教祭祀的权利 也不能转世为人 所以称为一圣族 那除了四个等级之外 后来呢 还出现了等外的贱民 即詹陀罗 就是不可接触者 他们不能和其他人一起住在村子里 只能住在村子外面 别人不能触碰他们的身体 触碰了之后回去就要 沐浴 甚至他们的影子也不能碰 碰到了也要回去沐浴 通过刚才的学习呢 和下面的材料 我们总结一下 种性制度有什么样的特点 好 严格的社会等级区分 并且种性世袭 职业也时代相传 从材料一当中 我们可知 不同种性的法律 宗教地位不平等 从材料二可知 实行的是种性内混制 那这种种性制度 是严重阻碍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 对印度社会造发展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那在之后的历史当中 公元前六到公元前四世纪 这是南亚的列国时期 这个时期 印度列国纷争政局动荡 尖锐的阶级矛 主要集中在反对种性制度 反对婆罗门教和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上 在思想上 各个新教派 新学说 广为流传 这也形成了古代印度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佛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派别 那早期佛教是作为反对婆罗门教的一个宗教派别出现的 它反对种性制度 提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 认为各等级都可以削罢维森 通过修行而解脱苦难 很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成为了当时一个最有影响的教派 对种性制度带来了冲击 好了 最后这个希腊文明 一般认为 现代欧洲文明最早的源头就是古希腊文明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呢 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南部 爱千海诸岛 还有小亚西亚半岛的西岸 希腊的地理环境 和古代东方大国 比如大河流域 卧野千里的景致是不同的 希腊的地理环境呈现出来 多山少平原 多岛屿的特色 纵横的山岭和交错的河流 把人们分割在彼此孤立的山谷和海岛上 这个不利于地区性大国的形成 在公元前二千级 这里曾经诞生了克里特文明和麦西尼文明 即璀璨的爱琴文明 经历了黑暗的河马时代之后 公元前八到公元前六世纪 希腊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和地中海沿岸 建立起了几百个小国 称为城邦 这就是古风时代 什么是城邦呢 它通常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 包括周边若干的村落 每个城邦的面积狭小 人口不多 典型的特征是小国寡民 好 那么这种特征 对城邦的政体有什么影响 城邦公民可以或多或少的 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那为什么我说是或多或少呢 因为古希腊城邦 都有一个由公民组成的集体 其公民大会 而最初各邦的公民在公民大会当中 参政权力是不一样的 据此呢 城邦政体划分为了很多种类型 比如民主制 贵族制 寡头制 君主制 而亚里士多德对寡头政治的 政体的解释是 门第显贵而又占少数的富人执掌政权 像斯巴达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平民政体是指贫穷而又占多数的自由人掌握政权 雅典就是多数人掌权的民主政治的代表 而雅典民主呢 并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 它是一代又一代的雅典人为之奋斗的结果 雅典经过了苏隆改革 克里斯提尼 伯利克里改革等几次重要的改革之后 才确立民主 并使民主发展到顶峰 而且这种原始民主发扬光大 在两个世纪里成为了大多数希腊城邦的政体形式 那么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 这种城邦民主政治有什么意义 首先 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 抽签 选任公职人员实现了轮番而至 那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之下 它创造出了这样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 这无疑是伟大的壮举 而且其中多种民主运作方式 都为后世的民主政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那么民主氛围创造出的空间 能够使雅典在精神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这是我们肯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极其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一直说的主语是公民 那么什么人属于公民 且同学们暂停视频呢 阅读城邦公民的概念 并且思考城邦民主政治的局限性是什么 好 古希腊城邦呢是奴隶制 享有民主权力的仅仅是成年男性公民 妇女外侨和奴隶都被排斥在公民队伍之外 为它给少部分拥有公民权的人以民主 而对非公民却意味着暴力和压迫 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局限 另外同学们可以课下了解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 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污点 因此呢我们要多角度辩证的认识历史问题 好 那在这种民主氛围之下 古希腊在文化领域取得了录下的成就 这个请同学们课下整理笔记 嗯 还有对于这三位哲学家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他们的思想 同学们可以结合老师总结的表格 课下搜集资料进行拓展学习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课下作业是 一 结合课本和微课 整理本课知识 二 是完成课后练习 同学们好 今天维克的课题是 古代世界的帝国与文明的交流 学习目标是 知道农耕文明的优势使其具备扩张潜能 书里并比较古代波斯 马其顿亚历山大 罗马帝国兴起的过程和统治 认识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 强化时空观念 那首先同学们结合地图和上级课所学 思考四大文明在自然环境 文明类型和发展水平上共同点是什么 好 咱们主要位于大河流域 属于农耕文明 人类最初的文明出现在 亚非欧大陆的若干地区 相互之间联系甚少 但农耕文明取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 使其具备了不断扩张的潜能 埃及由于尼罗河南部高山深谷的阻隔 古代埃及文明主要是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这里扩展 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世纪 图特摩斯三世时期 埃及统治的地区 北至叙利亚和小亚交界处和佑巴拉底河上游 他成为了第一个地跨西亚和北非的奴隶制帝国 后来为了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埃及和小亚新兴的赫梯王国 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和交涉 好 对于西亚 我们上节课学写了西亚文明 从两河流域南部向周边地区扩张 古巴比文王国首先实现了 两河流域的统一 在公元前18世纪 哈姆拉比统治时期 一跃成为了显赫一时的大国 后来公元前1695年 古巴比文王国被小亚来的赫梯人所灭 那接替古巴比文王国的中巴比文王朝 长期处于激弱的状态 那么这给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人 提供了发展空间和壮大机会 亚述人的性格标凶猛 战争是每个亚述男性终身的职业 那亚述帝国从公元前10世纪末 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战争 建立起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帝国 将两河流域在小亚希腊的一部分 和埃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后来这个是公元前70世纪 巴比文尼亚宣告独立 建立了新巴比文王国 勾陷了亚述首都尼尼威 亚述帝国太古术王 那我们再看古希腊 古希腊人主要以移民的方式 扩大影响 移民就是把本邦的部分居民 迁移到国外或海外某地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古希腊人殖民的原因是什么 最根本的动因就是土地的不足和人口的过剩 希腊可耕地十分有限 在人口增值或土地坚密剧烈的情况之下 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更加强烈 那么迫使一些人到海外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这个去缓解生存压力 那另外 广海多两岗是有利于发展海外 航海贸易和工商业的 另外还有一些政治斗争当中的失败者 外迁殖民 那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种殖民活动呢 和近代资本主义殖民侵略不同 因为希腊殖民城邦和母邦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不存在隶属和统治的关系 好 当我们观察希腊殖民示意图和柏拉图 关于古希腊人居住范围的描绘 概括 希腊人的殖民范围有什么特点 那同学们暂停视频思考下这个问题 好 可以看出 古希腊人在沿地中海北岸和黑海周边 呈现状分布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城邦国家 就像池塘边的青蛙一样彼此呼应 古代文明各自的发展使不同文明区相互联接起来 这个是奴隶制大帝国兴起的重要条件 刚才我们讲到的赫提 埃及新文国和亚述已经算是统治范围较广的国家了 那在接下来的历史当中 又相继出现了三个地华欧亚非三州的大帝国 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 好 那么先看波斯帝国 在公元前六世纪 波斯是兴起于伊朗高原 那我们这个地图当中红色的是波斯本土 其他颜色呢都是它分别不断占领的土地 在公元前五百四十七到公元前五百四十六年 波斯同小亚强国驴底亚发生了战争 打败了驴底亚 不久呢 波斯又征服了小亚西海岸的希腊各邦 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波斯国王居鲁士来到了两河流域 灭亡了辛巴比伦王国 居鲁士死后 他的儿子高米西斯即被围亡 在公元前五三五年 征服了埃及 居鲁士的孙贝大流氏 当上波斯帝国的国王之后 公元前五一七年远征印度 夺取了印度河流域 在公元前五一五至公元前五一三年 又远征巴尔干 征服了塞雷斯地区 并使马其顿向其纳攻称臣 至此波斯征服了包括小亚西亚 两河流域 埃及 巴尔干半岛 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 波斯成为了古代第一个 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力国 那么根据材料 我们思考一下 波斯国王大流氏的统治有什么特点 大流氏呢 他确立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形式 国王是整个政权的核心和最高主宰 他说这个阿胡拉马兹达 这个是古伊朗的至高之神 被尊为包含万物的宇宙 而大流氏呢 称自己靠他之佑 来神化自己的权利 而在地方上 他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的行省 设总督治理 总督的权限不易 因人而异 而多数总督是没有兵权的 他只管地方行政司法征税 那他规定了各个行省应纳税的数量 他还将全国划分为了五大军区 每个军区下下若干省军区 不长兵权的总督和军事长官之间互相熟 使其互相制约 帝国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 比较完善的官僚体系和税收系统 波斯人是担任最重要的职务 那接下来马其顿 马其顿本来是希腊北部边陲的一个城邦 在这里 在公元前六世纪 马其顿形成了统一国家 实行君主制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我们知道很厉害 亚历斯多德曾经担任过他的老师 他从小就表现出坚毅勇敢的性格 野心勃勃 24岁的时候 他就亲自率领希腊联军 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东征 在公元前334到324 这十年间 他先后占领了小亚西亚 埃及 两河流域 伊朗高原 灭亡了波斯帝国 并进一步向东扩张 征服了印度河流域 马其顿从一个地方小国 发展成为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 后来在返回巴比伦之后 亚历山大又开始制定新的政府计划 但是在公元前323年 一场突如起来的恶性虐己 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帝国统治上 亚历山大他继承了波斯帝国的基本制度 在帝国的统治中心 亚历山大接受了东方君主制的公平礼仪 他穿上了波斯君王的服饰 要求人们行跪拜礼 奉落神明 在地方上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审制度 总督是由马其顿和希腊人来担任 同时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 那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 如此广阔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 有哪些影响呢 好 亚历山大东征 是打着解放希腊 报复波斯的旗号 但他扩张领土 实际上是得到了希腊奴隶主阶级的普遍欢迎 实际上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他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同时远征在客观上 是促进了希腊文明与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等东方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在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大碰撞当中 产生了博彩正常的希腊化时代的文化 因此呢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在世界历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亚历山大并故之后 军事将领们争夺势力范围陷入混战 这种混战持续了将近二十几年之后 到公元前301年帝国上基本上被划分为三个部分 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西亚的塞留古王国 还有马其顿王国 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所灭 罗马在地中海 在地中海上啊 我们可以看有一个靴子 靴子形的半岛深入海洋 这就是古罗马文明的发源地 意大利半岛 传统认为罗马的建成的时间是公元前753年 罗马城建立之初是这样一个最二小国 在公元前8到公元前6世纪 罗马实行君主制 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王政时代 公元前6世纪末 推翻王政 进入到了共和时代 实行贵族共和制 罗马自古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征西讨对外征服 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 罗马共和国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经过100多年的对外战争 到公元前三世纪中期 征服了意大利 公元前264到公元前146年 罗马和加泰基 就是这个地图上的绿色的区域 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因为加泰基是斐尼基人的殖民地 罗马人称其为布匿人 因此称为布匿战争 最后罗马征服了 这里是西地中海地区 那在东地中海地区 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 在凯撒上台之后 而接着打 最有名的是攻占高鲁 高鲁是现在的法国 然后继续往北去 将罗马的疆域扩大至了 不列颠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英国 凯撒的继承人乌大维 灭亡了埃及托罗密王朝 那么罗马就成为了 地夸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地中海成为了我们的海 就是罗马的 加以后我们的海 罗马的内海 在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 在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繁荣发展阶段 从边疆行省到帝国新藏 悄悄大路直通罗马 帝国内不同地区经济联系加强 以及贸易发展 帝国在一至二世纪空前繁荣 一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 而靠武力对外扩张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庞大帝国 行政管理和维持统一的难度也增加了 行省的将领不断增多 国家离心力加大 平民和奴隶生活混沌不断起义 政治混乱内战不断 国内矛盾的尖锐极大的削弱的果力 而且北方大批蛮族日耳曼人 趁机入侵 这被称为三世纪危机 埋下了帝国分裂的隐患 而在四世纪末 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的皇帝迪奥多西去世 而离死前 他将帝国分为了东西两部 由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治 西罗马帝国仍以罗马为都城 东罗马帝国以军事坦丁岛为都城 又称为半战平帝国 西罗马帝国在外来蛮族的打击之下逐渐衰败 在476年末代皇帝被入侵的日耳曼军队废除 西罗马帝国灭亡 这一事件是西欧古代历史终结和中世纪开始的标志 而东罗马帝国在此后又延续了近千年 一直到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所灭 好 那么在文明发展过程当中 不同地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和影响 文明之间的交往的总区势不断增强 相互影响也不断增大 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结合课本当中的内容 总结西亚农耕技术 野体技术 神话向其他地区传播 还有源于西亚的菲尼基字母 它向西传入希腊 形成希腊字母 再演化出拉丁字母 拉丁字母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基督教的传播 成为了欧洲各国的文字 在东方演化为阿拉玛文字 阿菲尼基字母在东方演化为阿拉玛文字 由阿拉玛文字发展出了古代西亚 埃及和印度等地的多种字母 好 那在公年前后 在亚欧大陆从东到西 出现了秦汉 贵双 安息和罗马四大帝国并立的局面 罗马在中国的史书当中称为大秦 早在罗马共和末年 中国就有丝绸运往罗马 那当凯撒在罗马驻解的时候 就曾向罗马人展示了一大批丝绸之物 帝国早期 这说明帝国早期 双方已经通过丝绸之路 有着间接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罗马使用私质品的公民已经很多 罗马的达官贤贵 贵妇名人将来自地球东端的丝绸宝物 所深深迷醉 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两汉帝国之间 商业贸易交往的不断发展 双方都在探究进行养国间直接交往的可行性 并且确实将其复制行动 东汉的班超为了经营西域 曾派甘英出使搭钱 甘英虽然没有到罗马 但是呢 罗马的商人却确实到了中国 在公元100年冬天 罗马境内的马其顿使者 由陆路来到了洛阳 这是欧亚大陆两端 建立直接往来的最早记录 在古代文明的交流史上 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后在公元166年 又有一批罗马人 由海陆来到中国 好 那这些就是本节课所学的内容 课后作业是结合课本和微课 整理本课知识 二是完成课后练习当中的习题 同学们好 现在我们开始第一单元习题课的讲解 今天我们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对习题的讲解 验证课堂知识的落实情况 并进一步巩固教材知识 首先我们来讲解第一课的选择题 一到三题 考察的是知识是早期文明的产生 从第一题的材料中 我们获悉原始人类经历的进程 问题是上述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是哪一项 根据唯物史观 我们知道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所以西项符合提议 因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三要素之一 从第二题 从材料的关键词 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最早培育的农作物情况 根据这个史实 我们可以从下列四个选项中选出正确的结论是什么 结合所学我们知道 农耕和畜牧是早期农业产生的甜体 所以A项 人类文明兴起以农耕为基础 是符合提议的 B D项没有体现出来 C项是个错误表述 文明诞生的基础 标志是阶级的产生 国家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现 第三题 从材料的关键词我们能获悉 原始社会后期 人民居住 墓葬环境中存在着贫富 差异 根据论从始出的原则 下列四个选项中 只有B项 社会贫富分化 导致不平等 现象是符合提议的 请同学们注意 历史学习的过程中 论从始出的原则 没有可靠的史料 支撑的结论是不可信的 第四和十一题 这是两道有关早期文明的起题 第四题 从材料中我们知道 最早的文明诞生于 大河沿岸和沿海岛屿上 再看四个选项 我们就知道 这个题是在问古代文明的特点 结合所学 我们学习了早期文明 具有各个文明基本上独立发展 表现出明显的多元特征 因此地象是符合提议的 第十一题 从材料中我们知道 在问四个文明古国发源地的空间概念 这也是我们高中阶段 历史学科必备的时空观念 请大家从教科书 请大家翻开教科书第四页 熟悉并实际古代主要文明示意图 请同学们按照图示 从西到东的顺序 说一下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 那么答案显而易见是A 同学们也可以尝试 把书合上再叙述一下 从东到西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 第五和十二题 考察早期文明的成就文字方面的西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十二题 材料中提出文字的书写材料各有不同 从下面的表述中选出正确的一项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古老文字的情况 最古老的文字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 是写在泥板上的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写在植草上的 古印度的印章文字是刻在石头或陶土上的 很遗憾印度的印章文字至今没有得到破译 我国的甲骨文是写在硅甲和授骨上的 所以显而易见答案是A的选项 第五题关键词在于美索不达米亚 我们知道两河流域中间的区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 这是孕育古巴比伦文明的地方 因此答案是 第五题的答案是切形文字 第六 第七题考察的是古巴比伦文明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第七题 从材料的关键词 我们知道的第一个信息是 现存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结合所学我们知道这里说的是哈摩拉比法典 然后我们再去看选项 我们就知道这是在问这部法典的地理位置 结合所学我们知道这部法典是西亚两河流域 古巴比伦王朝时期颁布的 所以这个第七题的答案是A 那么第六题同学们自己看一下 还用老师解释吗 很显然答案是B 你做对了吗 第八和第十题是考察古印度文明的习题 首先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第十题 材料中我们了解 这是古印度创世神话 结合所学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神话的影响下 印度发展形成了总性制度 它分为四个等级 婆罗门是组长宗教祭祀的第一等级 插地利是国王为首的武士集团构成的第二等级 费舍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和少数富人 富有商人构成的第三等级 而首陀罗是地位最低的等级 那这是一个贵贱分明职业实习法律地位不平等 实行等级不同不能通婚的严格的等级制度 由此可见 地向符合提议 第八题 我们从 关键词 印度阿语王的身份 插地利 我们就可以 知道 答案是 总性制度 第九 第十七题 主要考察的是佛教的知识点 先来看第十七题 独体可知 这是结合所给材料从四个选项中找出合理结论的试题 这种类型的试题我们一般采用排除法来做 我们看A选项 孔子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51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左右 和我们材料中所给的时间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是大致一致的 可见A的选项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三个选项错在哪里 B选项错在佛教不属于哲学叛选 C选项错在佛教对总性制度的影响程度不是瓦解了而是冲击了 B选项本身的表述有误 以移民方式进行海外扩张的是希腊 与印度佛教无关 第九题的答案我们能从第17题的材料中获取 请同学们认真再读一遍17题的材料 你找到了吗 对了 第九题的答案是 在 告诉我们佛教的主张是众生平等 第九题答案是第1 第13题和第15题考察古希腊的民族制度 先看第15题 这道题的解题关键有两处 第一处如果你知道文献的初处 历史是希腊的提罗多德写的 他被誉为西方的历史之父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出 B向和西向两个选项 再从材料的内容中 人民的统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民主制度的主要表现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答案锁定在C 因为雅典是实行民主政治的 第13题 我们看关键词 时间公元前430年 人物奥西米奥男主人 他做的事情参加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 还可以发言表决领取津贴 这很明显是在描述雅典的民主制 所以答案是A项 做对了吗 第14题和16题 考察史学研究的方向 第14题 第14题材料中已经给出了答案 西洛多德在写历史的时候 他写到任何人都可以轻信 我要保持听到的样子 原封不动的记录下来可见 他写历史的原则是保持历史原始信息 第16题是考察纪念方法 我们都知道100年为一个世纪 那么从年代到世纪的这个转换 要怎么转换呢 老师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百位前面的数值加1就是世纪的计算方法 如这道题公元前1792年 百位前面的数值是17加上1是18 也就是世纪就是18世纪 你做对了吗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B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材料题 首先请同学们 半读材料 了解社问 社问是 材料一中哪些属于史料 哪些属于史料解释 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史料和史料解释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史料呢 能够记录或反映过去发生存在过的事情的文字记载和一切物品 或者说过去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和物品都可以用作了解认识历史的资料 史料的分类有很多种 但是大体上来说有四类 文献史料 食物史料 口述史料 和图像史料 那么史料解释 顾名思义就是对史料的解释和说明 所以我们来看这道题 很明显上书 上书是文献史料 所以上书记载的文字就是史料 而对于上书 所记载文字 对这个文字的翻译解释 那么它就是史料的解释 请同学们读材料1 材料2 了解设问 问题是 材料1和材料2 对民族的认识有何不同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材料 来 找关键词 材料1的民族指的是 做民的主 才能成为民主 也就是说 民主是为民做主 要做有德行的君主 材料2的民族 说的是多数人的 民主政治在多数人的手中 从法律而言是平等的 从公职人员的任命来说 是为财事举道 可见 材料1的民主指的是 民为民做主 有德行的君主 材料2的民主是人民主权 请同学们再读材料2 看第三个设问 问题是任何人 具体指何种人 材料2中的 一切人 任何人 是我们说的公民吗 那这里 就是在考察我们 雅典民主的局限性 我们 结合所学 我们知道 雅典的民主 不是 所有人的民主 这个民主 是有局限性的 也就说 父女 未成年人 外邦人 奴隶 并不在民主之列 这道题 就是考察我们 这个问题 又是材料2 再次 我们读第4个设问 概括雅典民主的政治特征 并谈谈对雅典民主的认识 首先 第一个小问是问特征 我们要 带着这个问题 再去 研读 那民主的特征 我们看一下 它指 人民民主 法律面前平等 任人 危险 好 这就是特征 那么 怎么来认识雅典的民主呢 关于认识 评价 这类的问题 是 比较典型的设问 依据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 要从 积极的局限 积极局限 2个层面 来作答 那么 雅典民主的积极性 是 有利于调动 承邦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利于推动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进步 它的局限性 我们刚才有提到 城邦的 民主是 城邦公民内部的民主 那么 这道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什么是雅典民主 那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阐述 雅典 民主 是以 全体公民直接参与为核心 是 希腊城邦中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这样 我们这道题 才可以算 达完整了 好 最后 请同学们 根据我们第一课解题的思路与技巧 自我总结批注第二课的练习 做好自我总结 然后呢 再次梳理第二单元的知识脉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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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准确 康斯主 知识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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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